一个人相信某件事情的存在 他的心态就会转变 心态非常重要 因为心态决定了你的命运 有一个人 他楼上的邻居去年到泰国去旅游 买回来一瓶药酒 里边有一条小蛇 泡着一条小的眼镜蛇 他每天坚持喝一点 一直跟邻居炫耀说 哎呀 真有效 自从喝了这个药酒之后 你看我身子骨越来越好 邻居感觉他很有劲 的确好像比过去有精神 这一段时间 感觉他他自己都感觉他自己好了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有一天早上他碰到了邻居 他说哎 酒喝光了 他说我想把眼镜蛇取出来 再煮点汤喝 没想到一看那是塑料的眼镜蛇 人生其实补什么不重要 心态最重要 当你相信某件事情 你会在精神上得到满足 如果真的是一样很好的营养品 你不相信他的作用 可能也起不到百分之一百的 辅助你身体的效果 所以生活里的后悔 一半源自于你的生活本身 一半源自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哇 谢谢观看